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 欢迎大家观赞来观赞一版阿福的红夫人 红夫人 这方面的话心理拥兵机械加杂技 抓戒尸对象 抓戒尸对象 阿福这边的话往目的方向走过来 能看见这个娃娃吗 娃娃的话最好是平地起刀 平地起刀 这边反正你还在操作 所以戒尸不会拉开的 然后来判断一下位置 这边镜子直接封 阿福这个判断能力 真的是 他甚至可以这边过去打娃 然后打一刀以后再切 这边戒尸也是想把这个娃给保住 想脱够这个镜子的一个时间 直接切过去了 可以这样的话把这个娃给保住了 这个很关键 两边真的斗智斗勇 阿福这边的选择非常好 戒尸这边的操作也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阿福前期第一个镜像 真的打得太完美了 这边过来平地也打了一刀以后 他这边挂上以后 是可以投镜子去打这个戒尸的娃的 有一说一 阿福前期这波节奏打完 我觉得他应该是保平真胜的 确实这个镜子的一个判断 感觉啊 就是对吧 顶尖老头黄的 非常舒服 这个开局非常非常舒服 球场这边就一定要救 而且要两波薄命 并且压得比较死的两波薄命 这边是火球风你技能 拖一拖时间 打一刀 赶紧救 挂完以后这边 技能虽然没有吧 但是暂时对于红夫来讲 也不是特别需要 平地压住这个位置一刀 好的娃娃想扛没能扛住 即便如此 但红夫人的话 你说真的这个局就一定赢 我觉得还没有定 还没有定 因为他这波没有打双岛 打双岛呢 我觉得可以 这边的话 我觉得心理学可以给到 那个杂鸡的移情了 这移情早点给 对早点给 需要给掉的 然后用兵这边来救一波 还需要救一波 这个薄命一定要套 两轮薄命可以拖半台机子的 两轮薄命 其实如果说你这边拉的位置再远一点 然后薄命结束如果再拖一拖的话 都不止半台了 所以这里一定要救 要通过这两波救人薄命的拉扯 去把某某机给拖开 但是阿福这边的镜子 配合着这一个通极师 打了一刀佣兵 这边交个闪现 把佣兵打了 我觉得这个局赢了 追也到 这个傭兵没打的话 熊者就还没有到最后 一定就是赢 平不了的局 熊者还是有可能可以盘活的 外面的机子 应该是有一台 应该两台一台一台新机 看一下 对两台一台一台新机 杂鸡这边修最后一台新机 还有可能能盘活 还有可能能盘活 红封这边的话 如果说这边找到一个人 镜子一台 能够起一刀切过去闪现带走的 那就赢了 但是如果说这个人 能牵制起来的话 就不一样了 这边傭兵的机子拉开了 率先拉开 漂亮 这时候拉开很到位 知道这边自己是一个 突破口半状态的 选择提前先拉开 你来找我 杂技这边也会被干扰一手 两个人都在这边 选择追杂技吧 因为这边有两台码机的 然后傭兵呢 他本身耐住 闪现过来 一刀好的镜子 六秒之后 直接切成传送 就开这个镜子 这个镜子的话 红夫人说实话 现在的杂技 不是特别怕红夫人镜子 一波拉开 阿福这边能跟上来吗 反走反走反走 要切到脸上来了 切过来 这边再一颗球 好的 可以 杂技这边牵制起来了 机子 好像是准备重新骑台 重新骑台 因为傭兵 你寄希望傭兵 把他的机子补完以后 再去补杂技的机子 时间上面是不够的 所以说这边心理学家 重新骑台是最好的 甚至待会儿 心理学家这边 还可以考虑救人 他救人 或者说移轻给傭兵救人 都可以 切过来 杂技牵制起来了 杂技英雄 对不对 是不是跟大家讲了 这个局其实 虽然说你这边抓戒施的节奏 很好 打得很好 但是你后续第二步节奏 如果续不上 还是有可能会被穷者 慢慢的把整个局面盘活的 现在的话 这里傭兵 可以修杂技的遗产机 傭兵修杂技遗产机 两边同时修的话 阿福这边追一个满状态的人 一时半会儿 是盘不出一个 挂飞节奏的 就算击倒了 就算击倒了 这边的机子也差不多了 然后傭兵这边过来救人吧 杂技救人不太现实 一刀没的 还是傭兵过来救人会更稳一点 手里有个护臂 可以突破你的防守 半台机 撑住 撑住 红缝人这边13秒传送 他想要镜子先去抬 打一波偷袭 这一刀如果能打中 但是这边的话 队友爆了 这就是死黑 我们可以看到 在红缝人抬镜子之前 两个人就已经拉开了 红缝人切不切 其实我觉得可以切 因为这边的话 这台机子肯定会比 那个墓地的修得多 我通过这波拉扯 如果说能够先击倒一个人 压住这边的 这台比较多的遗产机 然后我再投镜子 往墓地方向赶 或者再投镜子 去找外面救人的这个人 还是有机会能赢的 阿富这手传送也没什么问题 阿富这手那个镜子 传过来没什么问题 这边再过来找 三秒钟镜子好 那这样的话 传送交掉了 其实我觉得这波传送不太好交 这个传送 其实留着打开门战会更好一点 你传送也交了 镜子也交了 这边我优兵就过来 卡着就没救人了 咱这边机子压好 那这样的话 可以打一个没有传送的 三人开门战 这样的话 球者就有机会 真有机会能保平 虽然保平的面呢 我觉得没有多抓的面高 因为球者这边 剩余的东西太少了 但是至少是有机会 如果红富人当时留一个传送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打一刀还打了一个椅子 那这样他保了一个满状态 用兵开门战 红富人这边 先一刀打 你们要记点亮 我这边镜子一台 将这边处理掉 这波求生者 这个救人也很关键 你说打一刀用兵满的 用兵不是满状态 开门战的时候 还能说一说 现在用兵点门 咱记得的话 应该是在找一个地方躲一躲 门能开吗 这里准备强行冲门了 红富人这边 抬镜子的时间7秒钟 应该开了平局 这个局穷人者在后续 杂技真的是一个人顶起来 牵制了非常久的时间 当然我觉得阿福这边的传送 说实话教的没有必要了 这个传送你教了 就你在这边击倒这个人 跟那边击倒心理学 或者击倒这边游民 其实差不多的 两边的机子压 是应该能压好的 所以说如果多能有个传送 可能多到那边会更大一点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